要有個分析一下 他們彼此在場上 就是林書豪和Coby Bryant 他們兩個人之間 是不是在很多合作上面 其實有默契上很大的問題 可能這個空位的角色 其實Coby其實不習慣林書豪是不是 應該不能說他們不習慣 應該是說 這個總教練 他過去所喜歡用的空球後尾 他是希望有持球能力 有切入有迫害能力 有得分能力的後尾 但是在這個體系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說 胡人隊現在用了非常多樣的東西 想要去把這體系從點 串成線再串成面 就把它串起來 但是我們看到林書豪跟Coby Bryant 他們兩個還是比較像是各打各的 就是這一波你打 各打各的 對 這一波你打 這一波我打 或者是說 兩個人根本就是 整支球隊 就是一團亂 對 這是他們現在目前為止 最大的問題 打了五場比賽 可是這是一個團隊 如果說沒有辦法有效的 一起合力來防守的話 這就很大的問題就出現了 就走進去 結果 那還是我們來玩的 我來玩的 我們來玩的 我們來玩的